给车座保养时,师傅从车座下扯出来几个用过的套套,兄弟,找自己也要注意点啊,被人看到了多尴尬,看着那个用过的避孕套,我脸都黑了,这车只有我和我老婆再开,从没有外借过,我上次提议和老婆去车镇还被他言辞拒绝,可是,他似乎和别的男人体验过了,一想到他让我在房产证上加他名, 不猜理,让我砸锅卖铁帮小舅子买婚房的事,我心更凉了,修车师傅见到我的表情后,顿时闭上了嘴,平时保养最少一小时,这次只用了半小时,上了车,我捏着方向盘,捏到发抖,抬头看了一眼行车记录仪,心中纠结又恼怒,我把车开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,用手机连接上了记录仪, 往前回放了大概两天,一男一女暧昧的声音开始出现,记录仪的画面也是在不停地摇晃,男,怎么样宝贝,我厉不厉害,女,厉害,老公好棒,男,叫什么老公,我比你老公是不是强多了,女,强, 你比那个废武强太多了,比他能干,比他有钱,老公,男,叫爸爸,女,爸爸,女,啊,二,柳如烟,我感觉眼睛已经充满了血,和他是大学认识, 毕业后谈婚论嫁,但是我家里说什么都不同意,因为我爸妈私下派人调查过柳如烟的家事,很混乱,复读母浪,傻就傻在我当时不信,不相信这种家庭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孩子, 为了她,我还不惜与家里决裂,要白手起家,与她共创美好的小日子,没想到啊,终究是看走了眼,每天累得跟狗一样,不讨好,嫌我穷不说,她还背着我偷男人,女,爸爸,累不累,诺,喝水,男,呵呵,找自己就是耗体力,你跟你老公试过吗? 女,她,赚那点窝囊费,值得老娘伺候吗?我都半个月没让她碰了,女,上次还跟我提车阵,我呵呵了,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,废物东西,爹妈都不知道死在哪儿,想啃点老都啃不到,女,明哲,我漂亮吗?性感吗?男,漂亮,性感。 女,那你娶我好不好?男,呃,宝贝不满你说,我家里那个黄脸婆宁可死都不跟我离婚,等我应付应付她,一定娶你,女,那你就冷落她呀。 她不理,你就不理,你到底是爱我,还是想玩我? 男,不行的,如果弄得太激烈,家产分她一半,你愿意吗?女,那肯定不愿意。 男,这不就得了,耐心等等,别纠结了,趁着药效还在,赶紧,再来。 两人又来了赐下半场。 而我,听得真切,那人李明哲,柳如燕的发小,以前听她提过,没想到这两个人又联系到一起了,我的大脑已经被愤怒充斥,第一反应,就是拷贝记录仪,上传到网络上,让这两个人身败名裂,但是冷静片刻,我觉得不妥。 人不要脸术不要皮,天下无敌,如果这两人不在乎被曝光,这轻飘飘的惩罚能有什么意义? 我要这两人付出代价,付出彼此还痛苦的代价才解恨。 喂,四家侦探吗?有件事帮我追一下,我打电话给了一个四家侦探,让他给我仔仔细细调查一下李明哲的底细。 三,回到家,柳卢燕正对A镜子化妆,一想到每天这么仔细地打扮自己,不是给我看的,我就觉得恶心,保养怎么用了这么久,全车清洗了一下,所以耗时间,一听到全车清洗,柳卢燕略显慌张。 我闺蜜约我逛街,车钥匙给我,柳卢燕要走了车钥匙,能猜出来,一定是怕避孕套被发现。 我站在窗户旁往下看,柳卢燕静职,去了副驾驶,没关系的,我没扔,现在我就假装不知道,等时机到了,让你们哭都拿不出调来。 房产证我妈说,要加上我的名字,你有什么想法吗? 柳卢燕给我发消息,居然惦记上了我们这个六十平米小楼,是为以后离婚做打算呢? 有一说一,这种破房子,就算是扔了,我都不会眨下眼,我家虽不说富可敌国,但也有个小目标。 当然,这些柳卢燕是不知道的,我当初不想让她有什么心理负担,也不想让她认为是她改变了我的命运,从而自责。 讽刺的是,如果当初这些事情全盘皆出,柳卢燕可能不会出轨。 呵呵,隐瞒一件事,看破了一个人,既然你柳卢燕无情,那也就别怪我无意了。 不是喜欢钱吗? 我让你守一辈子的钱。 我回复道,这个房子太小了,如果以后有了孩子,怕是住不下,要不然,我们换一套,换一套。 你有那个实力换一套吗?看看你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,每天赚那点三瓜俩早的,到时候贷款都还不起。 我冷笑不止,为了把它套进房地产这个无底洞,只能稍微抛出一点诱惑。 老婆,我托人问过,咱们现在的房子能卖五十万左右,再加上,我妈刚给我转了十万,刚好可以凑个首付,买一百二十平的房子。 每个月还款不用还太多,你妈,我都不知道你妈是谁。 哪来的十万,这个你就别问了,我不想说,新房子我妈说写你的名字,不能亏待了你。 你怎么看,算他们还有点良心,新媳妇进门没表示,甚至面都没露,先这样定吧,晚上咱们再聊,她现在肯定高兴坏了。 四,四家侦探的办事效率很快,跟柳如燕联系完没多久,李明哲的具体信息就发到了我的手机上,李明哲的老婆是二百斤的大胖子,有钱,但有暴力倾向,这孙子就是个吃软饭的。 看完之后,我差点破防,柳如燕还沉溺在温柔乡,奢望着过富婆生活,出轨,连对方的底细都不打探清楚,就跟人家玩鲲子游戏,她就是个彻头彻底的傻子。 五,晚上,柳如燕回来了,跟她一起回来的,还有柳如燕的妈妈,一进门,她妈就厌烦地皱了皱眉,穿着高跟鞋走进来上下打量。 柳如燕,你过成这样,怎么没早点告诉我,这是人住的地方,柳如燕白了我一眼,还看着干嘛,倒水去啊。 好,妈,您先坐,我一脸奉承着拿着杯子,倒了一杯茶水,半鞠躬的方式递了过去,她妈眉正眼瞧我,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,用手点了点茶几,我笑着放在了桌子上,还没说话,柳如燕就开口了。 直说吧,我妈今天来呢,是关于我们买新房子的。 介于你之前没彩礼,房子破,我妈要帮我把关,这次不能稀里糊涂,我依然笑着,实则,一个经常出去卖的,把我把关,开什么玩笑,含笑声,听说你妈给了你十万,柳如燕她妈开口问我,我点了点头,没错。 嗯,这十万就当是彩礼了,拿出来吧,我一愣,看向柳如燕,柳如燕插着胳膊,趾高气扬,怎么?你不同意,知道现在彩礼什么价位吗?八十八点八万,我才收十万。 可是,这是我们买房子用的,那就买小点,我现在可没有生孩子的打算,到时候身材全走样了。 柳如燕她妈也跟着点头。 像是感同身受,估计身材走样后,营业额大幅度下滑了吧,她最有发言权,含笑声,明天你就把这个房子卖了,五十万的价格,拿出一半来付首付,剩下的给你小舅子,你小舅子也要结婚买房。 听了这话,我是真有点迷惑,下意识问了一句,她买房跟我有什么关系,六,什么叫跟你有什么关系? 柳如燕她妈瞪着眼睛站了起来,指着房间内的部分家具咆哮,看看,看看你现在的居住环境,我把如燕嫁给你,那是我瞎了眼了。 如果我当时不同意,如燕找个有钱人,还用我亲自上门,替我儿子废口舌吗? 柳如燕也是气得胸口来回起伏,含笑声,你要是不同意,那我们就离婚,我没有思考,平淡回应,好,那离婚,两人听了我的话,全都傻了,很正常,这套房是我的婚前财产, 离婚她毛都捞不到,两人这个反应,肯定是没想到我会同意离婚,他们是琢磨吃定我了,你什么态度? 柳如燕她妈的语调迅速下降,话虽硬气,但声音极其平缓,为了大忌,我就泼下驴,妈,你进来也看到了我们生活拮据,你说我妈给的十万档彩礼,我认了,那是我们家亏欠如燕的, 但是,卖房子的钱拿出来一半来接寄小舅子,我不同意 我又不是大款,我们也得活着 柳如燕她妈咬了咬牙,像是强忍着怒火,我是让你买小一点的,又不是不让你买 买小的,我又何必卖了这套,改善型住房,我不买大的,还买小的,就这尽头,我把手机拿了出来,走到了柳如燕的旁边,我连房源都选好了,就差定金呢,柳如燕一样在气头上,没好气地夺走了我的手机,但只一眼,她的情绪就变了,因为那房子是真的漂亮,甭管格局还是装饰,百里挑衣。 柳如燕没见过什么大世面,我开始就不认为她能抵抗得了这种诱惑 毕竟,这房子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算 价值足足二百多万 七,这房子多少钱,多少平的,在哪个地段?柳如燕问我 我回答道,一百二十平,临近天赐广场,和天赐小学,八十五万 柳如燕皱眉,八十五万,那里的房价哪有这么便宜 房主是我朋友,做网络的,有钱,也不在乎这一套房 当时听说我要换房子,主动要低价卖给我 为了让事情更真实,我补充道,当然了,她的要求是让我帮她做几个软件抵差价 我上大学的时候,学的就是软件编程,这点柳如燕很清楚 柳如燕心动了,她犹豫了,柳如燕她妈则有些气恼,嚷嚷着要看看 结果拿过手机后,各种挑毛病,又是装黄色细差,又是离广场劲,太吵什么的 总而言之,为了她儿子,就不想让我买这么贵的房子 我也没想到柳如燕这种烂人,在她妈面前会是个乖乖女 居然问我,既然都是朋友 首付就不能便宜点吗?付二十五万,这个我倒可以谈谈 但是,但是什么?但是如果这样付的话 新房子的房产证就不能写你名字了,凭什么? 柳如燕和她妈一起变脸,我对她们来说,既然有利用价值 就不介意吊着她们,直言不讳道,十万彩礼给了 房子再分出去一半给小舅子,那房产证为什么还要写你的名字?